滨海市区地铁线服务将从下个月14号起到8月每个星期天延迟开放 这是为了测试第三阶段滨海市区线的运行 第三阶段滨海市区线服务将在今年底开放 测试期间第一列列车将在上午7点半出发 比原本从五级班让地铁站的出发时间延迟1小时40分钟 针对滨海市区线延迟服务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捷运表示 由于在准备和撤回列车时需要更多时间 因此只能够延迟地铁列车服务 我们必须把那个车辆在整个路线上运行 从5G班让到博览中心的车站 再回来需要两个钟头20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测试 第三阶段的滨海市区线将增设16个地铁站 在福康宁到博览中心之间通行 当局将会为受影响乘客提供接驳车服务 注意ck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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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ontre 能够行为逾定迟二权量相写 最下面这次是我们设行的 余轻申地 美范市区线 西红 百八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